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在继续学习法剧经故事及法语 在这一品是第十六品的喜爱品 我们已经谈到了五个故事 同时也有相对的法语 在这些故事里面 跟法语所教导的 也都是针对我们对贪爱而产生的痛苦 这种贪爱 实际上也是我们好像在平常很自然的流露 尤其前面几个的故事 都是谈到是父母对子女的贪爱 执着 当儿子往生 那他非常的这种沮丧痛苦的结果 那佛陀也针对这样子的情况 就适时的教导 就是世间生命的变化无常的本质 然后也要让我们知道 我们对于所喜欢的这种对象 他就是会产生忧愁 会产生恐怖悲伤 那在这个单元 我们一样的法语 只是故事里面的内容 也就不太一样的情节 那根结的原因还是在于贪爱 那因为我们一个人 通常情绪都是介于是喜欢 或者是不喜欢 也就是我们讨厌的对象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反应 实际上它是一样的结果 也就是我们都是会有痛苦的 所以在第六个故事 所配对的法语 跟前面的法语 都是相通的 都是谈到说贪爱会引起忧愁 贪爱会生起恐怖 毫无贪爱的人远离忧愁恐怖 那这个法语呢 跟我们前面所看到的 那就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现在所看的呢 就是以一个贪爱为主 那我们应该是看第四个故事 他的法语是用句就改为执着 就不是用贪爱 就是说执着引发忧愁 执着引发恐怖 毫无执着引发忧愁 毫无执着的人远离忧愁恐怖 所以这里呢 就把贪爱啊 就直接用执着来表达 也就是执着 它是有可能是贪爱 那也有可能是称恨啊 所以执着是贪爱 或者是称恨的 根结的核心啊 也就是我们执着 我们的这种感受 那这种感受 可能是热受啊 有的时候是苦受 所以热的 也就是我们喜欢的 我们是苦的 也就是我们不喜欢的 那这两个呢 都是叫做执着啊 所以第四个故事啊 就是用语上面比较不同 就用执着 那一样的情绪的反应 只是呢 里面的故事呢 它的一种执着的对象 就不一样 那第四个故事 所提到的 就是直接说 贪爱就是执着 那这个故事呢 它就不是父母亲 或者是祖母 他的儿子 或者孙子去世 而是不一样的 可是也还是一样的贪爱 这个题目叫做 为妓女大打出手的王子们 那这个应该 也就是这些王子们呢 就是对妓女的一种 贪爱而起的这种争执 那我们看 这里面的故事的情节 那因为这些故事呢 它就是有一种 故事性情节的这种 比较活泼的内容 就让我们好像 也能够回到佛陀的时代 就知道当时 佛陀的时候的一些 生活的情况 那好像在演一个历史剧一样 所以也有它的趣味性 所以这里提到的就是 一个节庆的日子里 那因为印度呢 他们是有很多的节庆的 就像他们是印度教 在佛陀的时候呢 还是婆罗门教 他们还是信很多的神 那每一位神 有纪念日 那都是一个节庆 然后初一十五 月圆之日 更是一个节庆 还有春根 春天要耕种的时候 也是节庆 那何况是 有的人是 这种取妻 或者是生日 那这一些 就节庆很多 所以印度呢 他们就是常常在庆祝啊 庆典啊 那在这个节庆的日子里面呢 那当时呢 佛陀在很多的比丘的陪同之下 他们就去了 他们就去了 皮色离城 要去托波奇食啊 那对佛陀来说呢 不管哪一个节庆的日子啊 佛陀是一样的去托波奇食 一样一样在修行啊 可是呢 一般的人 他有节庆的时候就不一样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在路上啊 就有很多位 就是穿着很华丽的 这个离车国的王子 也就是一个节庆呢 那很多人都要出来玩乐啊 就是好像我们说的看热闹啊 就是有这种游街啊 所以这些王子们呢 他们也出来 然后都穿着的非常的华丽啊 所以佛陀呢 就看着这一些王子们啊 他们这么华丽的 这种王式的打扮啊 那他就是有帽子啊 有这种耳环啊 王子也穿耳环啊 然后带着金银财宝的 这一些项链啊 那衣服都是亮晶晶的啦 穿鞋子啊 佩戴的东西啊 这个剑啊 然后他们骑的这个马啊 或者是这个坐车啊 都是很华丽的 所以呢 佛陀就告诉 这些比丘们啊 就说比丘们啊 你们还没有去过 刀立天的人啊 你就仔细观察 他们的装扮吧 这表示说 这些王子的打扮呢 是非常的华丽啊 就好像是天人一样啊 所以佛陀呢 就要这些比丘们啊 就好好的看看说 这些王子们 他们的这种 这种华丽的打扮啊 所以这个也可以让我们知道说 佛陀的教导啊 有的时候也是很生活化的 那事实的 就是这个机缘呢 佛陀就要这些弟子们啊 就看看这些王子们 穿这么华丽打扮的 这样子的豪华啊 就好像是天人一样啊 而且就说 你们还没有去过 刀立天的人 你们就看看他们的打扮 就表示说 哎呀一方面说 天人是很华丽的 那在印度呢 实际上真的是 贫富的悬殊很大 就像我们现在去了印度 很多是乞丐啊 可是印度的贵族 他们的这种生活起居啊 用的还是很华丽啊 那在古代也是一样啊 应该有很多人是很贫穷的 所以应该这些比丘们啊 大部分也都是 不是家庭都是很富裕的啊 所以呢 佛陀就要他们 就好好的看一下 他们的打扮啊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这几位王子啊 他们当时呢 就是一群啊 就要前往一个 游乐的公园的路上 也就是说 这个是节庆啊 是好像大家要去庆祝啊 所以呢 他们就要去一个公园 就好像是大众在那里 有一些庆祝的活动嘛 然后他们在路上的时候呢 就遇到一位很美丽的妓女 那因为在印度的这个社会里面啊 他还是有一些 就是这个妓女啊 那当时呢 这些王子啊 就看到这个妓女很漂亮嘛 就邀请他 跟他们同行 然后呢 他们 后来呢 就为了这个妓女呢 然后呢 他们就开始争吵啊 然后就大打出手啊 就拳脚相向啊 就打起来了 那应该是有的人喜欢这个妓女啊 然后有的人会吃醋啊 然后呢 就为了要 就是这个 好像争风香吃醋这样子 就打起来了 就打起来了 然后就有一些这个王子啊 就被打得就挂采了 就流血了 然后就被抬回家去了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佛陀呢 刚好就是从这个皮色里程啊 就骑时啊 就是脱波骑时 要回去金色的这个路上啊 就碰到的这一些 就是被人家啊 打得受伤的这些王子啊 就要被抬回家啊 那佛陀跟这些比丘们 看了这个情况啊 那比丘们就先说 哇 这些王子啊 因为一个女子啊 的关系啊 而毁了 也就是说 他们都是为了要争取 这个妓女的喜爱啊 然后呢 就大打出手啊 那就被打伤了 就抬回家了 不是毁了吗 就是为了一个女孩子 而情愿自己受伤啊 那佛陀呢 就接着说啊 比丘们啊 哀伤和恐惧 是因为执着感官 欲乐而引起的 也就是这些王子们的 哀伤跟恐惧啊 是因为他们为了要争 这个妓女 他们喜欢 然后就是争风吃醋 然后大打出手 那被打败了 他们当然很痛苦啊 所以呢 这个都是由 执着感官 欲乐而起的 所以这里的执着啊 是由感官 欲乐 而起的贪爱 这样子的执着 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说 其实我们的贪爱 有很多种啊 那这里呢 是感官欲乐的 也就是他们 王子们对于这个妓女 当然是起于一种 感官的欲乐 就是他们是很喜欢这个妓女啊 所以呢 就想要夺为己有啊 那互相之间呢 都是一样的反应情绪 那谁都想要这个妓女的话 那当然就会 你争我夺就打起来了 那这样子的一个 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 这种执着感官欲乐 那这种执着呢 也就是说 以这种执着欲乐的贪爱 他就认为呢 一定要去执行 一定要把它 好像达到目的 才会满足啊 所以每一个人 都只为了他的这个 感官欲乐的这种满足 而去执着 那当然每一个人 都不愿意放下 那所以就打起来了 所以如果有可以去反观说 啊这样子的反应呢 就是欲乐感官的执着啊 那放下 那这样就比较 不会造成说 事后的这种流血啊 受伤啊 那这样子的结果嘛 那所以 这个哀伤跟恐惧 就是因为当初的 这种执着的原因来的 所以我们在看 这个法语啊 最主要的 也就是把这个因跟果呢 就一起呈现 让我们知道了 那在一样的 这个故事的对照啊 我们在看 第五个 也是有相同的 这种贪爱的执着 而造成的痛苦 那是第十六品里面的 第五个故事啊 他是安妮奇 乔达 姑妈 痛失新娘 那这个 也是 由于 他 要 新婚的 妻子 就是 突然逝世了 所以 他呢 就感到很痛苦啊 所以 这个故事呢 他的法语 也是提到说 欲乐 引发忧愁 欲乐 引发 恐怖 毫无欲乐的人 远离忧愁 恐怖 所以 这几个法语呢 就是从 贪爱 执着 或者是 这里 说 欲乐 他都是 一样的 一种 根结的原因 也就是 有的是从 感官欲乐 有的是从 执着 贪爱 像 这个 父亲对 儿子的 执着 贪爱 那 有的 就直接 就是 把这种的情况 就是说 是执着 那一样的 结果 就是会 引发忧愁 引发 恐怖 那 相反的 也没有执着 没有贪爱 没有 欲乐的人 那 就可以 远离忧愁 恐怖 那实际上 我们说 要没有 贪爱 没有 欲乐 没有 执着 这不是 容易的 事情 这个 就是 我们 我们要慢慢 去了解 这个道理 然后去 培养 才做得到的 并不是说 好像 我们一听 就做得到 那 只是呢 因为 佛陀 他是觉悟者 而且他是实践者 所以他做到了 而且他看到了 这个道理 所以他说的 就是重点 那我们 天文的佛法 我们 就要知道说 是这样的原因 那我们要学习来 减少 痛苦 恐怖 所以这个是要很长的时间来培养的 所以我们也不要觉得说 这个是不可能 那也不要觉得说 这个好像我们听了就应该做到 也不应该这样子的要求 而是说 我们知道了 我们要去观察 然后慢慢培养自己 然后去真正的减少我们的这一些贪爱执着 那这个里面的故事呢 那我们就是回到这个主角啊 这个安妮奇乔达库玛 他这名字呢 就是有三个字啊 那就是安妮奇乔达库玛 三个字 那他是住在色位城 这个色位城呢 就是现在恒河流域的这一代啊 那佛陀的时代呢 就是在像我们说 这个色位国啊 或者是王色城啊 那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菩提家业啊 那都是在这三个大地区啊 这样子在弘法 那这个故事的主角 是住在色位城 那他呢 就是正准备呢 跟另外一个城 就是沙迦拉城的一位 美丽的女孩结婚了 那只是说 这个新娘呢 他从他的家里啊 就是出发 来到这个色位城的这个路上啊 就生病了 然后呢 就不幸死亡了 那这样子的一种啊 悲剧啊 那这个新郎呢 他就啊 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啊 整个人呢 就陷入在这个哀伤痛苦的情绪里面啊 然后呢 佛陀呢 也观察到 这个安妮乔达库玛 他应该是要听闻佛法 了解佛法的这个时机 成熟了 也就要去度化他了 所以佛陀呢 就到这个安妮奇 乔达库玛的家里 然后接受他父母的供养 那应该就是他们家 也是一个佛教的家庭 然后佛陀呢 他就是接受了他父母的供养 就是这个食物之后呢 那佛陀呢 就请这个安妮奇乔达库玛 就出来 然后就特别问他说 你为什么这样子的悲伤沮丧啊 那这个安妮奇乔达库玛 他就告诉佛陀说 哎呀 他要结婚的这个新娘子 就不幸呢 就上身了 就去世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佛陀就告诉他说 这个哀伤就是欲望遭感出来的 那对世事万物的欲望 还有对感官欲乐的强烈渴望 会引起哀伤跟恐怖啊 所以佛陀就直接呢 告诉他 他为什么会这么痛苦 他的原因啊 也就是他对这个新娘的一种贪爱执着嘛 所以呢 佛陀直接说 你这样的哀伤 其因就是在于你的贪爱啊 所以这个是佛陀安慰的一个无法的教导啊 所以安妮奇乔达库玛他就听到了佛陀的教导以后啊 他就努力的思维 那我们就要知道这个思维的内容啊 应该就是他去反观啊 就是这个思维我们说的 我们学佛的三种智慧啊 他是有程序的就是文 思 修嘛 那听文佛法就好像现在在这里 安妮奇乔达库玛 他听了佛的教导 他才知道真理是什么啊 所以听文很重要啊 那思维呢 也就是要把佛陀教导他的说 我们的痛苦就是因为我们有贪爱 那他的思维就会去想说 他什么时候开始痛苦了 那他的痛苦应该是听文到这个新娘的死亡嘛 那如果在新娘还没有死亡之前 他应该是充满的欢喜快乐期待嘛 他就等着这个新娘子入门啊 那他的期待结果是相反啊 就是新娘子死亡了啊 这等于是他所期待的就是他贪爱的对象消失了 所以就开始变成痛苦了 所以他的思维他就可以看到说 他为什么会痛苦的这个情绪的变化过程 那这个就是我们听闻的佛法 可以去对照在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现象里面 这个就是佛法的了不起的地方 就是佛法是真实的 也就是他的普遍性 也就是他是可以适用任何人的 所以佛陀说的法呢 他不是佛陀发明的 佛陀是一个 他是发现者 他不是制造者 所以我们说的佛法 讲的因缘果报啊 这些都是普遍现象啊 不管我们信佛不信佛 因缘果报都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真理 所以当时呢 这位安尼奇乔达库玛 他算是很有善根啦 所以佛陀呢 他就观察到 他是可以听闻佛法 去理解佛法的时机啊 所以佛陀对他的这个教导以后 他如理思维 就是把佛的这个教导说 一个人的哀伤痛苦 就是因为有贪爱 所以他这样子思维以后啊 他就终于克服了痛苦 就好像把他的那个贪爱化解掉的时候 他的痛苦也就消失了 所以文思修 那这个部分就是表现在他 把他的痛苦消化了 那这个就是修啊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故事里面 让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三种智慧的诚挚啊 那还真的是需要佛陀的教导啊 所以我们说这个世间最宝贵的就是佛法 让我们才知道说啊 这个世间的真理在哪里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运用佛法呢 来调整我们自己啊 所以呢 这位安妮奇乔达库玛 他克服了痛苦啊 然后明白感官欲乐的变化无常 也就是说当他期待新娘的时候呢 他是充满的兴奋快乐啊 然后听闻了这个新娘 去世了他是多么的痛苦哀伤啊 所以安妮奇乔达库玛 他就能够观察到 哇真的是我们的这种情绪 感官欲乐是变化无常 所以不要去执着 不要去贪爱 那就表示说 我们真的能够看到 诸法的这样子的变化 没有执着在任何的情绪上面啊 如果我们是对一个对象是很贪值 那我们就是只有在这个 贪爱的对象上面 那这个就是执着 那也会产生痛苦啊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贪爱 把它远离去除了 那我们的心不是也就是归回平静吗 所以呢 这位安妮奇乔达库玛 他就是这样子的 真实的去闻思修 所以他不久之后呢 他就正道出谷啊 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说 真正能够正道出谷的 也就是能够观察到 这样的诸法 变化的真相 那能够保持新的这样的平静啊 那这个都是佛法对我们真实的利益啊 那我们就把我们学习的功德 来做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记三土苦 若有见蚊子 惜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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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